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,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爸爸为了家族生意,逼迫热爱生活的儿子变得消沉的故事,自杀专卖店。 在法国某个死气沉沉的小镇上,有一家贩卖自杀专用器材的店面,在这个灰暗的镇上,所有人都充满着抑郁的气息,这里的一切都是坏的,人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开心的事。 他们已经习惯了自杀这件事,所以这家店的生意也十分红火,经营自杀专卖店的是一个四口之家,老板成天板着脸了无生气,老板娘更是丧了一张脸,一双儿女也终日郁郁不安。 不久后老板娘生了第三个儿子阿伦,阿伦十分爱笑,和这个小镇格格不入,就在镇上的人看来十分不吉祥,两夫妻那个仇啊,很快阿伦就长大了。 阿伦十分热爱生活,会每天对父母说早晚安,也会看见一个人自杀时伤心难过,所以他常常被老板娘和老板责备。 一次,老板去一个富豪家送自杀药,虽然挣了一大笔,他发现对方哭受憔悴的面容和照片上盼着两人,这一刻他的内心啊,开始了动摇,死亡真的就是一种解脱吗? 就这样,老板陷入了抑郁,与此同时,老板娘也在悔恨,其实每次他看见有人自杀都会内疚,为自己做着买卖生死的事, 而自责,父亲俩就这样越见消沉。 一次,阿伦在大马路上看见一个人被车撞死,他十分伤心和疑惑,为什么人们生活在世上却要追求死亡呢? 很快,他意识到自己家的店是个关键,于是他决定想办法改变现状,阿伦的情绪影响了很多他身边的人,他的同学们也渐渐的变得开朗。 他和小伙伴想尽办法阻止人们自杀,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家族生意,于是老板用尽办法让阿伦变得消沉,可是无论他怎么敲打阿伦, 阿伦还是日常开心,最后他使出了杀手锏,教会了阿伦抽烟,还告诉阿伦抽烟对身体有好处,正所谓想打击一个人的内心就要牵从他的身体下手,很快阿伦就染上了烟瘾,可是他的心性依旧没有改变,于此同时老板的抑郁症也越来越重,医生说他需要卧床两个星期, 阿伦趁机拿了个大音响放在店门口,响声产生的共振将店里的药全部振碎,幸运的是姐姐也在这场灾难中找到了爱情, 她和一个客户在舞蹈声中一起跳起了舞,当视线相撞时他们相爱了,老板娘也被他们的爱感动,答应了两人在一起, 很快老板娘清醒了过来,起来一看店里成了这副模样,拿起刀就要砍向阿伦,阿伦只好疯狂的逃向大街,最后被老板逼上了天台, 一家人也赶了过去,阿伦向父亲自白,他从小到大都没见过爸爸笑,要是他的死能换来爸爸的笑容,他愿意这样做, 说完阿伦跳下了楼,老板娘痛苦的大呼不要,老板这才回过神来,自己刚刚逼死了自己的孩子, 当他绝望地奔向天台时,发现阿伦并没有死,原来他的小伙伴早在楼下拿气垫接住了他, 看着活蹦乱跳的阿伦,一家人第一次笑了,最后他们关掉了自杀店,重新开了一家餐厅,将欢乐传递给了镇上的每一个人, 这个艳运的小镇拥有了属于他的活力,这个短片用奇特的叙述方式,为我们展现了笑对生活的重要, 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难题,只有微笑才能让我们从容面对,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困惑, 就放弃所有的机会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!